Dear, I feel we're facing a problem You love me no longer, I know And maybe there is nothing that I can do To make you do Mama tells me I shouldn't bother That I ought to stay Hello 今天来分享一下我平时很喜欢的几款日韩系非常值得入手的小众轻奢品牌 它们的优点呢都是好看又不贵 非常适合预算不多 但又追求精致感的仙女宝贝们 那首先呢我们从日系的品牌开始介绍吧 第一个呢是这一个日本的Stagio Eli 我相信在国内应该也挺火的 在日本呢这个牌子比较年轻 就设计感受女性爆棚的那种 我第一个喜欢的日本本土的首饰品牌 就是这个牌子 它都是用一些星星月亮啊爱星啊这种元素 所以就非常幸运有少女心的那一类女生 并且Stagio Eli它整体的价位不高 算是比较亲民好接受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手上的这枚戒指 它是我在折扣春的Stagio Eli 就是奥特莱斯里边的店铺买的 比较早期的非常过季的款式 很大的一个圆圈里边有两片月亮形状的 中间呢有两颗一大一小的碎状 我记得这款应该是18K金 戴起来就像这样子 这枚戒指我在折扣春入手的价格 我记得应该是1K左右 就不会很贵 因为它是折扣的 会比庄柜卖的便宜很多 然后接下来是这一条 我最近刚入手的 他们家的宝石项链 这个应该是今年春季的新款 10K金的 就中间是一块偏灰白色的月光石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因为这个相机不是那种显微的镜头 所以拍不了很仔细 它细看的话真的真的是超级美的 就很精致 然后它的上面这里 大家能看得到吗 有一颗圆的小碎状 就镶在这个月光石的上边 我买的这个是金色的 那它还有银色的 就是链子加上边边镶的这一圈 都是银色的 那我个人更喜欢这种金色的 戴起来整个女子力会更高 它的扣子这里可以调节 脖子细一点的人 可以细到这一环当个锁骨链 那我脖子比较粗 所以呢我就会扣在最宽松的这一个 虽然体积小 但是戴在脖子上能突出颈部的线条 非常好看 这款到手价格是2K左右 就差不多Stagioeli这个品牌 它一般的首饰价格都在1K到2K这样子 对于这种本土首饰品牌来说的话 价格是非常的亲民的 好嘞 接下来就是Stagioeli家的重头戏 他们家非常值得买的手表 这个手表我真的是有资格坐在这里 跟大家评价它 这牌子每年的圣诞节啊或者情人节都会出非常好看的限定手表 这种款式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昼夜交替日月星辰手表 宝兰色真皮表带的这一款呢是2017年圣诞限定款 都是星星月亮啊 少女性爆款的那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白天这个太阳它会转出来 那到了晚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下午的4点 太阳呢它就正在落下 过一会再晚一点的话月亮就会出来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特别很有心思 就觉得很梦幻 这是我当初买它的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设计感哦 不锈钢 表壳 真牛皮的表带 以及这个边缘镶嵌的都是湿滑若的钻石 这个颜值和这个做工 它的价格呢才2K 刚刚好2000这样子 性价比非常的高 我17年买了到现在 用了三年没有非常明显变脏的地方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带 现在看呢都还是光泽有质感的 表壳 镜面也是都没有划痕 真的超级耐脏耐磨 用多久都看起来是非常崭新的一个表 所以我这款真的是我买的超级超级直的一块表 戴上手上的内描 我都觉得自己变身为小仙女 宝然色也超显白 颜值又超级好看 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缺点的 推荐大家如果还买得到这款的话 一定要去搜一搜 然后就是因为这款表我太喜欢了 之后在2019年的情愿节的时候呢 他们又出了一款限定 长得跟这款很像 表盘稍微比它小一点点 所以呢我也是恶话不说 没有一点犹豫就把它入手了 价格同样也是才2K 跟宝然色那款不一样的是 它是珍珠贝母表盘的 所以会有一眯眯彩色的反光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镜头看得出来 镜头里边是非常微妙的 但是实物看起来真的是淡淡浅浅的 五颜六色彩色的偏观感 这款贝母表盘是特色 然后又加上它是这种纯白的 简洁大方又少女 表带呢它是十字纹的牛皮 相比刚才的蓝色表带这一款 白色的容易变脏一点 镜头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实物这里是会有一点点泛黄了 这两款呢生活防水是OK的 普通的洗手你带的是OK 但是你不要带着洗澡泡澡啊 然后泡温泉什么的 洗手是完全抠得住的 都是实音表的 这两款就是我今天的大推荐 然后他们家我还有一款 月亮钻石的项链 那款我也是超级喜欢 那款大家应该也经常有见到 我视频里边或者照片里面 都佩戴的那一个 但是我最近找不到了 所以暂时没有办法 给大家拿出来分享 好嘞接下来这个品牌呢 也是在日本本土非常有名 国内我觉得也是 大家都还蛮熟悉的 日语叫做阿嘎多 最早我是从雨哥那边 认识到这个品牌的 我记得他好像是说 他的结婚戒指 还是就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的风格 就是走复古古典 可能相比刚才 Stagio Area这种碎状啊 金色银色玫瑰金啊 相比起来 阿嘎多他用的就是 天然宝石啊 石头那种元素 彩色珠宝的风格 并且阿嘎多这个牌子 也是非常亲民友好的价格 然后这一副呢 也是我最近刚买的 是我的第一套阿嘎多的首饰 好了不掉大家胃口了 我赶紧打开这一框 就像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是我入手的第一套阿嘎多 所以呢我的选色会比较保险一点 就没有买他们家 非常艳丽的宝石色 选了两枚 都是今年春季新款 一个是巴洛克异形纯银戒子 这叫异形有点奇怪哦 我叫它鹅卵石好了 形状真的就很可爱 一小颗鹅卵石一样 这种纯银的戒指 我真的手头上是没有 而且我一直都想要这种风格的 戴在手上非常的显手白 很清透干净大方的感觉 价格不贵 折合人民币的话才850元 当带这款银色有点单调 我就让店员帮我搭配一款 戴在同一个手上的戒指 阿嘎多这个品牌 它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适合多款迭戴戒指 迭在一起戴呀 或者项链 就很巧妙很精致 那这款我是选的 戴在同一个手上的 两款的效果出来是这个样子 我真的超喜欢的 这么配色是因为这块银色 它是属于冷色调的嘛 所以呢它就帮我配了一个 灰色的非白石 也就是拉长石 加上中间的白珊瑚石头 整个色调呢 都是偏冷色系的 所以戴起来会非常的搭 这款单戴也是超级好看的 夹在这两边小小的是碎状 然后是这种10K的镀金 就整体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这么一套你可以戴好几年 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 白珊瑚戒指价格是1K9 不到2000吧 毕竟这种轻奢的品牌 入一款就能戴很久 而且你一枚戒指还可以叠加 搭配别的多款任意的戒指 然后接下来呢 分享两枚 也是我买了挺久的 韩国的一个品牌 这个牌子它叫Storehenge 它在韩国的话 也是价格非常亲民的轻奢品牌 然后是全是嫌不原的 而且这个品牌 它会在很多韩剧里面出现过 它主打就是气质仙女 非常高级优雅的感觉 同时价位又不高 其实我入手的也不止两款 我一共有四枚吧 然后是丢了两枚 也是好心疼我 然后我现在手头上就只剩下这两款了 都是这种碎的告石 我觉得应该是告石 因为它这么便宜的价格 应该不会用到这么多碎状 这一款呢 它上面还有一个枝出 这个应该是小小的碎状吧 像一颗在上边 下面这一款是有点像叶子形状的 就这样像一圈过去 而且它是有一点曲线的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 像波浪一样的 他们家的首饰线条都非常的漂亮 两枚都是14k的玫瑰金 然后当时买的价格也是一枚要1500左右吧 我记得也是看款式吧 如果像这种复杂一点的 就要一两k 简单一点 可能没有这么多碎耗石碎状 八九百呀这样就能搞定 好嘞最后说一下这一趟耳环 戒指项链手表啊这一部分 我会买比较好一点的牌子 那耳环的话 我一般都是买的非常平价的 几十到几百块都有吧 因为我觉得耳环是更新换代非常快的 款式几天就会看腻 所以就不会花重金去买 那相对戒指和项链啊 手表这些 我个人啦是用的会比较久一点的 所以会舍得买好一点 这些耳环都是我在韩国的 新沙洞一个名叫这个店铺的 首饰店里面买的 八九层的耳饰都是在这个 他们家的价位差不多在一两百左右一副吧 便宜一点的八九十一副啊 然后贵一点的可能要两百以上 而且他们家的款式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多 从简约简单的啊 小耳垂小耳环到非常浮夸啊 然后可以用在登上舞台的那种整体的设计感啊 还有它的质量我真的都很喜欢 所以我每一次去韩国 每一次都会去那家店铺逛 然后我还有一大半部分都在上海的家里 所以这一次没有办法一起拿出来跟大家介绍 质量的我觉得是非常OK的 看起来一点都不漏哦 而且做工也是很细致 这个也是非常的精致 波光灵灵的感觉 盖在耳朵上会显得你整个人更加美丽动人 就很适合去约会吃晚餐的时候啊 盖在耳边 嗯 超好看的 然后还有这款月亮的 从后面看呢 它这里会有一个小小的星星吊坠 非常精致 有一个小巧思在里边 如果只是一个月亮星耳环会显得非常淡调 有了这个小吊坠呢 就会显得稍微有一点小特色起来了 好了 最后一款在这些首饰里边陪伴我时间最久的一款 元老级项链 就是这个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吧 就好多人问过 然后我也最开始拍视频到现在 都一直戴着一条 那它是卡地亚的一个三色桃星的项链 在我七年前入手的 就真的历史非常悠久了 在卡地亚里面不那么卡地亚的一款项链 就没有那么传统的圆黄啊 双黄的那种卡地亚项链 就还蛮多人看到这款项链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所以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这一款 而且用了七年这么久了 颜色啊 氧化程度都没有多大的改变 大家从今天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非常的晶莹剔透 耐操耐久度非常的好 就戴了好多年 那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预算有条件的话 这款也是不错的选择 非常的好搭衣服 然后又很实用 又可以戴很久 戴个十年以上都没有问题的 适合那种叫男朋友送的项链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一支 我非常推荐入手的日韩系品牌分享 今天说到的所有品牌的首饰呢 都是我长年佩戴下来 我觉得很实用 好看 不贵 性价比高 反正就都是我亲身体验 亲身经历的款式 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 眼光爱好相同的话 可以试着入手这些产品看一下 等以后有新的首饰呢 我还会再做一期类似的分享推荐的 好嘞 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吧 下次见 baby